為了搶生意 殯葬業者在遺體冷藏室外 爆發衝突 雙方先是不斷拉扯 甚至還有小弟拿出刀屑要助陣 半年前 板聯企業社員工和送行者的員工 就在板橋殯儀館大打出手 這會因為上下官的利益糾紛 戰火炎燒到三峽火葬場 以前是做受刑者而已 那現在做一個板聯 那有人以前 這板聯有時候要給板聯做 那送人就去給人家挑選 殯葬業者背後利益多 人人都想分杯根 甚至還有不為人知的潛規則 腮紅包能換取較好的服務 不成為了規篇 有些民眾 沒有抵在兩個官司的話 是沒有辦法去插入的 所以家屬就願意花點錢 來到我們打點 要到萬嗎 還是就簽而已 現在講的七十個月 你也吃飯水啊 要你要多賺一點 想要喬兵櫃鮮火化 都得靠新台幣來打點 紅包一包一包的收 打架也一場接一場 這回火葬場的砍人事件 並沒有隨著嫌犯主動盜案而落幕 地方盛傳兩邊的業者放話 要對方退出葬儀市場 不惜要開戰 新北市殯葬業的利益衝突 浮上檯面 暫地新聞到達成林鈺君 新北藏報道